这倒看见吴岳在综艺上这个举动 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火 吴岳可谓是明星中的异类 他五岁开始练舞 17岁就成为五英级运动员 20岁那年更是凭借全国表演专业第一的成绩 靠入中央戏剧学院 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如今他已是国家一级演员 可谓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演得了正派硬汉 也演得了反派 文系遭遇登峰造极 吴岳更是没话说 总体来说 吴岳的条件比李连杰还要强出好几倍 但奇怪的是 他从2001年出到至今 出演了那么多作品 却一直不闻不火 甚至要是没人提 观众都快忘了有这么一号人物 这么一个文物双全的奇才 为何落到无气可拍的地步呢 难道他当年的成绩是假的 真实演技很差吗 可在央视推出的节目中 他扮演的吴子虚是那般感情只深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都仿佛让人看到了 真正的人生悲凉 虽然在演技方面 文学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名副奇史 但他为何人气这么低呢 直到后来看到这么一条评论 真相才浮出水面 如果一个人实力没问题 那就是人品不行 或者情伤太低 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现在将来 吴越出道以来似乎一直都很高傲 他不火不找自己原因 反而整天怨天载道 仿佛这个世界对他不公一样 我也不错 我为什么不红 闻我中央戏学院 一名考进去 扶我是全国冠军 而他这种高傲的性格 在参加综艺时表现得更明显 比如当年有一档军旅节目 就因为吴越的交恨 差点导致节目扑街 当时助教官将明星们分为两组 进行了一场坦克队抗赛 其中有个环节是 用一百发子弹 打掉靶场上的盘子 谁知吴越这组 见自己成绩落后 竟冻起了歪心思 原来他们只想快速打光子弹 没想着把盘子打掉 主教官本想提醒他们 这样做不正确 谁料吴越站出来 扬言他们就是按照规则来的 因为规则只说用一百发子弹打盘子 没说非要打中 您得按照是不是得按照规则来 是 有一句话叫兵者鬼道爷 好一个兵者鬼道爷 主教官听了这话 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就像他说的 如果真上了战场 光打空弹把敌人放跑 那能行吗 输赢无所谓 重要的是态度 输就输得多大事啊 听上这儿了 你们怎么讲 不输赢了 玩语是一生问题 然而吴越见鬼变不成 竟然也上了火 扔下头盔就蹿跎着别人一起罢路 主教官看到这一幕 只能摇着头离去 后来主教官大骂这个连的连长 毕竟这些明星是他教出来的 连长听到被指责连队作风有问题 屈辱的都哭了起来 虽然他们可以纵容明星的任性 但绝不容许 点无军人的荣誉 吴越演了那么多军人 却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思想层次出了问题 就算是旷武奇才 也注定走不长远 原来当年青爷没开玩笑 他真的是武术大师 是喜剧 但几乎每部电影里 它都有武打戏 而且从动作难度来看 丝毫不亚于成龙 比如陶穴威龙中 那经典的踢烟动作 你以为用了踢身 实则是使星爷亲自上阵 并且一条过没有NG 仅这一点就能证明 星爷的武术功底非常深厚 不仅动作标准 还能打得准 踢得准 另外在少林足球和功夫中 星爷也是亲自上阵 展现出一个个令人震惊的镜头 少林足球中的劈叉 可能稍微练过的人都行 但悬在半空还能劈成一条线的 只有真正的高手能做到 另外在功夫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星爷内身肌肉 这就是星爷真正的身材 没用替身 也没加特效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的肌肉强度不弱于 任何其他的动作影星 正如星爷所说 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这种身材的导演 你看有哪一个导演 可以把背后的肌肉给练出来 我看没有 我肯定是第一个导演 这个背后的肌肉 跟李小龙先生是一样的 我特别锻炼我的背 而星爷之所以练背部肌肉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像李小龙那样脱了衣服 好好打一场 事实上 星爷从小就崇拜李小龙 可以说 布鲁斯里这个名字 就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说他不只是一个演员吧 他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精神的 怎么说 精神的 支柱 对对对 支柱 偶像啊 反正就是这样了 对啊 维斯星爷小小年纪 就踏上了起舞之路 他先偷偷自学了很多年 长大后 拜叶文大弟子黄淳良为师 学习了正宗永春 另外他还学了铁沙掌 不过主要只练右手 因为他怕万一练肺了 还能有另一只手干活 所以说星爷的武功真的很高 高到有一段时间 他曾认为 自己是童年级中最厉害的 而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也直言不讳地说 自己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我的武功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你当时认为你的武功到哪个境界了 一个很高的境界 我曾经有一段日子 是认为我是童年纪的 全世界武功最好的 如果要问星爷的实战能力如何 他不是没有展示过 当初参加外国节目时 就有人当众羞辱挑衅过他 最后他仍无可忍 小秀了一下伸手 这或许有表演成分 但从对方摔倒的力度来看 星爷的确懂了真格的 而他也能轻松放到一个 身高和体重都远超自己的大块头 已经证明身体素质的强大 另外从其他动作明星口中 也可以侧面打听出 敬业的功夫水平 拳王周比利就曾说过 不要小瞧周星尺 他跟真子丹一样能大 能得到拳王的中肯 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他是全球唯一一个 能做到两个360度回旋梯的人 轻松一跳就能吸中三米高的目标 长龙会答他全会 李小龙的绝招他也全部精通 波尼甲的武处上线究竟在哪里 你好吗朋友 我是拖尼甲 在亚洲动作巨星里 拖尼甲绝对是最被小觑的那一个 曾有导演说过 在他巅峰时期 如果真要打起来 全亚洲的动作演员 每一个能打得过他 虽然有吹牛的成分 但不得不承认 拖尼甲的武处造诣极高 他练的是古泰拳 而且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这门拳法子诞生以来 已经八百年没有败绩 周达一个大开大和 胸很迅猛 这一点拖尼甲在电影中 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泰拳和东鹰弓系列中 可以看到拖尼甲身手十分灵活 每次打架 全身各个部位都能当作武器 一出手就是暴击 由于拖尼甲的招式很辣 跟他对系的演员 几乎没一个不受伤的 因此这些动作 曾被禁止用于拍摄 拖尼甲为了控制力量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最终可以做到 用最慢的速度 做出最难的动作 而他早期在舞台上表演时 动作速度之所以慢 就是训练车的结果 基本不用惯性 就能连翻好几个跟头 可见他的身体协调能力有多强 可能有不少人发现 托尼甲在电影里跟成龙很像 除了高难度打戏 就是各种跑酷 甚至在拳把中还耍过罪拳 事实上托尼甲的偶像就是成龙 自11岁那年看过成龙的电影后 他就立志要成为 像成龙那样的功夫巨星 为此他不仅练习泰拳 还学习了跆拳道棍法等武术项目 他的训练强度很大 全是专业泰拳格斗选手的标准 因此他才练出一身媲美李小龙的肌肉 以及强大的弹跳力 不过后来由于拍电影 他更倾向于动作美观和肢体协调 虽然目前尚不知他的实战能力如何 但就凭他能一脚踢爆三米高的路灯 打我肯定跟玩一样